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是比较重要 第一空白地方点一下 第二主管最容易看的图 其实就是群组直挑图 群组直挑图是最容易被大家看懂的图 X轴是不是就放各面 接下来我要选择的是栏位 这里面好多日期你不要选错了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叫做出生日期 而通常会用这个出生日期来去做 所以请勾出生日期 它就变到年 接下来我的Y轴就是直 我要勾的就是刚刚这个数字 我用新增栏位创造出来的预防增第一季 先要勾选这刚刚的新生额第一季 那它会自动放到直这边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2016年有多少 2017年有多少 2018年有多少 可是这都是数 因为万一当年度的小朋友人数多 这就理论上会多 可是我们通常不是去看这件事 我们是看的是绿 肉增绿 好了那请问一下 在这边其实我们看到那个新生额 这2021年先不要看 因为11天有些小朋友他可能就是还没有登记完毕 所以2021年先不要看 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2020年之前应该要从2017年之后 这边请注意2016年只看9月11号之后 因为不足一整年的比较 其实这也是不公平的比较 只是这都是看人数上面我们会有的一些缺点 如果说我们现在针对就是2016不看2021不看 然后去看一下 B单第一季肉增 它有没有什么季节性 所以我们就点它 可以发现第四季最多就是肉增的行为 它在第四季是偏高的 你看当我只要点一下它 这就是行为模式 我希望说我们到时候建立名单 应该是针对在肉增之前 我们就先抓到这些人就是会肉增 那刚刚是不是讲说这个是第一季肉打人数 那请问一下肉打人数 我觉得应该要被谁来除会比较好 应该要被那个新生儿人数来除 那个就是肉增率了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要教你 先教你这第一季 你才有可能会懂什么 两个月前的 因为那些我都帮你算完了 感谢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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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